所以你上次的 VS Code 開 那我們再講一下我們的標準的步驟 就是我們標準的步驟都是什麼 都是以網站為一個專案 一個 Project 所以請你一定都是從檔案開啟資料夾出發 OK 就是不要再讓我下去詢的時候看到你不是這樣做的 因為特別是這門課 因為這門課是做網站 網站基本上都是以專案為單位 那專案其實在你電腦中的檔案總管的角度 它就是一個資料夾 那為什麼要在意這件事情呢 因為跟網站部署 還有到時候你這整包東西要搬上去的地方去 所以呢 你最好都養成這個習慣 都一律從資料夾出發 都是一律都是從 Open Folder 出發 然後你所有 你會用到的東西 只能存在兩個地方 哪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這個資料夾之內 第二個地方就是Internet 就是要用Internet的完整的網址可以存取到 不能夠你在這個資料夾裡面去存取 我的電腦 我的電腦或是我的桌面 我的低槽裡面的某一張圖 你這種東西做到後來你會很麻煩 因為你現在做看起來好像不會怎麼樣 但是你接下來你要把這個東西上雲端的 那你上雲端之後 雲端上是不會有你的低槽跟你的桌面那些地方 不會有 所以養成好習慣 你所有東西只在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你現在固的這個folder裡面 第二個Internet 就是你確保你的東西是在Internet上可以存取得到的 那你就從開啟資料夾去找到你上一次 你上一次做的 你上一次做的東西 上一次做的東西 上一次有 你上次 你上一次 你上一次做的東西 你上一次都還沒有開始 我這邊叫 上一次 你上一次 你上一次 上次呢我们是不是用那个第一个是如果你有跟我一样有装那个套件 html5的html这个folio plate的话 那我们上次是不是在建了一个档案index.html之后打上html 你就会看到htmlfolio plate的那个选项 按下去enter之后就bomb这一堆出来 那bomb出来之后呢当然你可以跟着讲义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就比方来说这种已经消失的IE的就不用管它 都会到底有没有相容性的不要管它了 就不管它了就把它删一删 那其他跟页面有关的一些东西可留可不留啦 目前来说不是很重要 那重要的是你在最后的这两 最后这边 那你开始打了call之后也开始可以试着去控制它 比如说确认一下你上次那个设定有没有成功 好那确定有成功之后呢把这两行放上去 第一行是secrete和source 所以它远端的载入了一段东西 这段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你复制一下 过到阶段系 把贴上去 看看会跑什么出来 好 就这一堆 就这一堆东西 看起来很乱 看起来很乱一大堆东西 然后呢去观察它的网址的变化 这网址上面其实已经有版本号 因为有一个这个网站它其实就是专门拿来让人家去取得别人的framework 所以它上面其实也不止第三可能还有一些别的 所以简单的方式就像这样就远端去把这一支档案载进来到你的HTL里面 那你载进来的时候发现到它为什么写这么乱 它为什么这么乱呢 因为它的目的是让你的速度比较快一些 所以你看到有这种效果的 这边都会多一个字minify 这边有一个MIL minify minify的意思就是把控格啦 化糖啊 能删的它都删过 压过 然后呢甚至有一些名字都已经简化 变字元变比较短 比如说本来可能是很有意义的 具有可读性的名称 全部把它缩小 这个动作就是minify 那minify的目的就是让你可以最快速的去把第三支整个东西灌过来 好 那我们也是一样啊 我们这个已经没办法阅读了 它已经压缩过 但是你稍微瞄到知道说这包就第三 就有人帮你做了这件事情 所以它其实就是把这一支拉进来 那当然你如果因为某些原因不能上网 就是不能上网 有点误异就是你在做东西是网站 如果真的有一些很奇怪的状况 你必须offline去玩D3 你的data也是在你的电脑 那你想要玩D3的话那怎么办 就是把这一支复制下来 把这一支复制到你的电脑中 然后来试看看 我们要不要试看看 看看可为右 你要怎么做 右键令存新档的时候 看一看副档 副档已经是JS 对不对 已经是JS 所以你把这一支档案 存到你刚才玩的那个资料价里去 我是放在这里 我就把它存在这边 存在同一个资料价中 存档 就是我再做一次了 就是你先把这个网址 图纸贴到浏览器 它会自己转 它会自己转直成这个 然后你会看到这一堆乱乱的东西 看到乱乱的东西之后呢 右键令存新档 然后令存新档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以后玩别的东西的时候 你确定一下 它的确真的是存这支档案本身而已 而不是HTNL什么的 所以它真的你看 目前就是真的只是存 D3.minify.js 这个应该是OK可以用的 那你就把它存到 你原本的这个资料价中 那你存进来之后 你打开这个 打开旁边这一格档案 这边可以切换了 按一下可以切换藏价 那你应该就会看到你刚才下载的 D3.minify.js 那我们来试看看 我们这样读 读不读得到 Script source的这个地方呢 可以放远端的网址 也可以放近端的JSquade档案 所以你现在在这边呢 那既然是近端的 所以你看VSCO很聪明 它其实已经有发现你的 资料档里面有JSquade档案 直接列出来的 虽然它也把这个列出来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列了两次 然后你就选D3.minify.js 看看能不能够去把它载入 那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 你上次学过啦 你上次学过啦 你上次是不是有 开了 写完这一段之后嘛 开了浏览器 怎么开 不是用档案总管开哦 你要真的把你的server run 起来哦 所以呢 你应该有装一个套件叫live server live server的启动方式会有两个地方 一个在网页的 下面你会看到有一个go live 来 然后 另外一个呢 如果你下面东西太多 这边看不到的话 就是index.html 右键 也会有一个open with live server 这个把它展开 打开之后 它会去拉你的浏览器 那你这时候 就需要买一个比较宽的荧幕 这时候你就调整一下嘛 所以开发的建议21比9还不错啊 就是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一边是这个嘛 一边浏览器 然后另外一边 那一边是这个 你要看你的preview的画面 那一边也要开发 所以 宽一点 越宽越好 好 好 复制一下 复制完之后 同时把那个 浏览器的那个 开发人员工具 或是control shift的i 这边下面这一块打开 打开之后要看什么 我们要console 所以你要 这边有很多功能嘛 所以你要选console 这个 你在console这一个 然后它这边也是支援 control加滑速混轮的 所以你也可以稍微送知一下大小 好 我觉得这样差不多 那刚才可能一边改 所以呢 我来重整一下 重整之后 它应该会被你这一行卡住 这一行 第13行是什么意思 第13行 你在script 跟script tag之间夹的这个位置 就是这里 这边是允许你可以写javascript程式码的 我可以直接写一段程式码在这 所以script是 javascript很自由啊 它有很多种写法 独立档案 或是直接迁入在httl 这些读写 好 那这边你写了一个什么 debugger debugger的这个概念呢 读到这个指令的时候 就它是会读到这个指令的时候 其实你会被卡住 所以你看到目前我的网页 进了第13行都被卡住 它就卡死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卡住在这边要干嘛呢 我们想要去偷看一下 现在在我们的环境中是否有d3 ok有嘛 有d3嘛 然后呢上次我们请大家去run的是d3.vrsio d3.vrsio 所以我的操作基本上是基于 第一个是左边是vscore 右边呢你要用chrome系列 chrome引擎的浏览器 chrome引擎的浏览器有哪些 chrome本身是 edge也是 ok safari不是 safari不是 所以你用chrome或是用age 或是像我 我是用brave 这些都是其实都是走chrome的 chrome的引擎去跑的 所以他们的界面都 基本上都很相似 那如果你不是用chrome系列引擎的 你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就是你会看到画面会跟我不太一样 你就要去找一下他的开发工具 比方说你用firefast或是safari 他可能那个 基本上热键可能都不太一样 你就要自己去找一下他的开发 开发人员工具在什么地方 那简单一点就 chrome也是各个平台都有嘛 所以你就跟我一样一起用chrome chrome相关就好了 好 所以我们刚才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刚才从网址 然后呢 右键另存新档 把那个档案放到我们的 corder里面去 那其实也就代表说 现在的这个状况 万一你的电脑 没有连上wifi 的话 应该可以哦 应该可以用 因为D3已经 整包把它脱下来了 D3整支 已经在你的资料夹中了 如果你的data也在你的资料夹中 那你基本上已经可以是在 离线的状态可以去做这个网页 出来了 什么时候你会遇到这种状况 其实 我也不晓得 有几个可能性 像我自己接触过的 比方来说 有一些单位 他有网路 但是他的网路跟我们不一样 他的网路是内网 什么时候你可能会遇到这件事情 第一个有几个单位是很阻断 对外的internet的 第一大应该就是军方 比方来说你接下来 去军方的IT单位工作 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就是你不能够连internet 我很难想象你写过不能连internet 因为他所有资料 你都是把书啊 或是下载全部带进去 他不连internet的 他有军网 他有自己的网路 第二个 你比较可能会遇到 因为我们这个般的组成 就是半导体业 半导体业或是光电业 原因是因为 它的里面的东西 太具备有高度的机密性跟竞争性 所以你进去之后 他有很多种做法啦 像比方来说台积电的话 你iPhone一进去 就你的镜头就挂了 镜头它会直接把你弄掉 然后镜头就是失效 第二个是网路失效 他们里面都有做一些屏蔽的东西 所以一进去基本上你都是断网状态 那当然也包含到他的一些东西 他可能都会有一些很强烈的管制 好 所以你就现在也同时知道说 如果遇到那种奇怪的状况的时候 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弄 你现在要弄的东西 那以为我们现在这个状况 我们已经把第三整包抓下来了 放在这边 好 所以速度上应该会比较快一点点 就是不用每次跑到这一行 就去英特内上拉了 好 那第二个你要注意的点就是 第二个你要注意的点就是呢 你看一下我们在浏览器中 对这里 网址应该是长这样哦 127.0.0.1 代表你是跑在你的Local上 你已经自己的本地都要起了一台伺服器了 如果你看到这边是写 西朝User什么 我的电脑里面是什么 D3.js 课程 Index.html 就是你没有用正 没有用把它当社会的方式开启 虽然你会觉得看到东西好像差不多 但是越往后面做有一些语法 它是会打你不是用Servor开启的话 你会跑不出来 你会看不到 好 那这样应该已经恢复我们上次的状态了 好 转快 上次的状态 有看到版本号 然后呢输入D3 拥到一些东西 输入D3.5 Version 可以看得到版本 好 OK 好 再往下 好 那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啊 资料视觉化里面要做的事情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页哦 它大概 它会是一个很 有点混合两者之间的东西啦 就一个是 你对数据分析 资料整理 清理 有点兴趣的人 第二个呢 你又喜欢做网站 同时有这两个兴趣的人就是 你就来对地方了 OK 就是这个 就是这里 那你会需要历经了几个历程 第一个是会先拿到Data嘛 然后Data之后也要做一些整理的动作 第二个动作是什么 你今天Data要放到任何地方去 你要变成他们家的形状 比方来说 我用Python来玩Data 所以我要把它变成 NontPy跟Pandas 你用MayLab玩资料 你可能就要找到Data 怎么样放进MayLab 它是可以接受的 你用西语言玩资料 那你就要找到 它要怎么变成西语言 是对它开的 所以 一切都是因为 你在什么样的环境 你就要学会 说他们国家的话 那你现在要说的话是什么 JavaScript 所以你要把它变成 JavaScript的世界里面可以理解的 格式 通常就是 街上的格式 灌进去之后 转型成JavaScript的Object 那这边你就会看到 我们待会就开始来做Data 或是包含到网页上的 各个元件 怎么去做控制 那再者呢 就算你已经把这要变成了JavaScript的下一步 当然就要开始做 看你想要画什么图 你想要画长条图 就要画一张一张一张图 就是你可能会 要做很多的事情 就开始会变得 比较有趣一点点 就是开始看得到 资料不再是报表 变成一个一个一张一张图 那再下一步 这要视觉化的再下一关是什么 如果只是做出图 那你用Python画就好了 你用PowerPoint 你用Excel画 这样说也不太公平 其实PowerPoint跟Excel 也可以做出一些互动的图表 就是不会用的话 你也可以做出一些会互动的东西 那再下一步 你就要做出能够让使用者 跟他一起玩的一些东西出来 那才有到资料视频化的后半段 那甚至你的东西会跳来跳去的 会变来变去的 随着跟这两者可能是一起的 使用者互动同时 可能也会有一些动画的呈现 那所有东西都还是要从头开始 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说 你在这道视觉化里面 网页上画图靠两个东西 要不就SVG 要不就走Canvas 那这边的示范的大部分东西都是走SVG的 所以你要先吃到SVG 先有SVG的基础 你才有办法往下做 好 所以我们就来快速上手SVG是什么东西 SVG的语法 规鉴的往下 往下 这边前面他把麦克风 躺起来 但又没有给我麦克风架 我要贴到这里 这个网站里面有蛮多 这个网站很老 它是介绍很多网页的基本语法 所以你来 就是你如果有兴趣看 HTML系的JavaScript 甚至后来越来越广泛 Seql 本来没有这些的 越来越做越广泛 然后 SVG 这个东西 SVG的全名 scalable Vector Graphics 跟画图有关的 那 SVG怎么出现在你的网页中 基本上它就是走 HTML的标签 就可以做出图像出来 所以我们 直接挑第一个 就点开看一下 点开看一下 你就会看到说 它其实就是左边的 左边的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东西 会蹦出 这一颗 它做了什么事情 它在网页的世界里面呢 割出了一块地 寬一百 高一百 寬一百 高一百 然后呢 在里面呢 写了一段 Circle的这个Tag 然后呢 告诉你Circle的X Circle的Y 跟Radius 跟Stroke 跟Stroke的宽度出细 然后呢 图像什么颜色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边有一块地是一百乘一百的 然后呢 从左上角出发 找到圆星点 你要画一个圆 需要什么 圆星点跟半径 所以圆星坐标 五十 五十 从五十这个点 来画圆 然后半径为四十 那接着呢 这个圆的如果是空心的话 那它的外面的笔画 Stroke的Color 设定为Green 再来呢 这个Stroke的Wigs 出细设定成四 Fill 所以你下了Fill 之后它会变成十星的 除了黄色 所以这边的这一段 就可以蹦出 右边的这个圆 好 所以稍微看了第一个例子 大概可以感受到 基本上来说 SVG是什么 它是走一线的Tag 标签的方式 去下了各项属性之后 你在网页上 应该就可以对应的看到 这东西的出现 好 那同理 就看一下我们的例子了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 Debugger这一行 应该就不要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讲一讲 写什么 我们现在想要在画面上画两条线 然后两条线的尾巴有一个小圆圆 就是用刚才那个尾巴Circle 然后下面写了两段很残酷的画 这样子就是 台湾男生的平均身高是173.5 不知道你们有超过 台湾女生平均身高 这样算高吗 161.5 对 好 那我们 重点呢 是我们要画出这两条线加这个圆 好 那怎么捧出来 就SVG SVG 好 SVG的语法 你刚才已经瞄过了 就是直接写在HTML里面 所以还没有D3 这个例子还没有D3 所以不需要D3就可以开始写 好 那我们赶快一起来写 要不然你就快要下课 一种快要下课的压力 好 那这一行可以先不要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用D3 那VSCode里面有一个很方便很方便的功能 就是 注解 就是按Ctrl加写线 不论你正在写 HTML CSS JavaSecret C++ Java 各种的语言都不用管他 你在VSCode中想要注解掉某一行Code 就是扛住人家写线 他会发现到 比如说你现在他发现你正在写HTML嘛 所以他就帮你用小于经济到简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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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大于 所以你完全不用记 完全不用记注解的东西是什么语法 这个是在VSCode里面很自动侦测的 除非你写的那个语言他不懂 那我怎么知道他懂不懂 基本上前面有出现小icon的就是他懂的 前面有出现这个小icon就是他懂的 他如果不懂他应该是会写成就是文字的那种格式 就是一条一条红线的那个样子 好 那你在这里面就加一个什么东西 加一个SVGCode SVG SVG 然后呢 他说这个SVG的宽度是500 然后高度是Height 高度是300 那因为目前你的SVG里面还没有写任何的东西 所以呢你会觉得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借用 Chrome的开发工具 Chrome开发工具算是做得很强大的 好 那我本来我们通常都是停在 Console这一格吧 那现在请你移动到他的隔壁 Elements这一格 你移动到Elements这一格之后 这边稍微一条线 然后呢 你你写的Code里面是不是这边有一段SVG吗 那SVG这边移动过来到这里 移动到这边的时候你会看到 我要缩小一点 很方便哦 虽然我SVG是空的嘛 但是我很想知道我的SVG在网页上的哪里 Chrome告诉你 Chrome告诉你 就是下面这一区开发工具嘛 这第一个Elements 然后你把滑鼠移动到这边 哦 出现 在这里 所以你就稍微调整一下画面 比如说我待会想要看到我的东西 应该就是在这个范围中 500乘300在最快 这很方便 好 所以呢 即便我还没写东西 我也知道我的SVG在这 好 那接着呢 开始画出 第一条线 所以它就是用Tag去写的 Line 所以一条线 一条线是什么 两点为线嘛 两点连线为线 所以两点代表你要有两个点的坐标 好 所以那个坐标就是S1 Y1 100 100 有一个点 然后呢 X2 很手动 X2 然后呢 Y2 100 那为什么还不出来 还需要一个 Stroke Stroke 给它一个颜色 Black该出来了吗 有了 一条线就这样出来了 一条线 那这边看不看到 要这里吗 一条线 他会帮你知道 那你一定看到了 应该就不需要这个 好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说啊 圆点在哪 圆点就在 你再看一下刚才SVG SVG就顶到这边了嘛 所以呢 圆点就是这里 圆点就在这里 圆点是什么 零零零零在这边 往右 X增加 往下 Y增加 所以这个点就是 看起来正正的嘛 100 这边 好困难哦 100 然后往下 Y1 100 去点出这个点 所以这个点就是 X1 Y1 好 好丑 然后呢 这个点就是 X2 然后呢 Y2 对 Y2就在这边 所以它是 两点形成这条线嘛 那从 参考座标是从 这个SVG 左上 左上角这边 往右 X增加 往下 Y增加 电脑的东西很多都是这样嘛 就是从左上角出发 但是不是绝对哦 也有少数的 比较早期 你不能说比较早期 有一些比较偏数学的 IT的东西 它会参考 数学的设计 就会是从 左下角这边出发的 那从左上角出发 还是从左下角出发 这件事情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就是它会影响到 你要下了坐标 那也会影响到 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会 有一段时间会有点痛苦 因为我们要把网页的逻辑 转换成图表的逻辑 就会需要有一些动作是从 左上角移动到 左下角的 在后面你开始举例 你会遇到它 好 那第一条线你已经画出来之后 可是我们要后面有个圆圆的东西啊 所以 当然已经有偷看过别人怎么写了嘛 他用的语法是 Circle 那Circle是需要拿三个参数 它需要Circle的X CircleX CircleX我们希望它定在273.5 男生的后面的这个地方 为什么是273.5 因为我这边从100 这边有空了100 所以100加173.5 所以是273.5 我们要自己 清算是自己那个 total背后算出来的273.5 然后呢 我的Circle的Y是要参考 那个同一个点 所以呢 也放在100这个高度 然后呢 我还要再一个 这没有逗号哦 你现在在写的是HTN HTN的各个属性是用 空格空开的哦 然后再写一个radius是3 那个点有没有出现 然后你觉得好像看不太清楚的话 那你就玩看看 30 这样 你就自己玩看看 自己改看看 3是只有这样 那你觉得3太小 让我比较大颗一点 就自己玩 所以才会说 你要布置一下你的环境 就是最好就是左一边 可以看的 一眼可以看的到VS Code 同时也可以看到 Browser 看到Browser 看到Console 或是Element 然后这边可以开发 这样你会比较舒服 如果还可以 萤幕还够长的话 还可以再放上 那个我给你的讲义 这样子更好 或是iPad 就iPad就这时候拿出来 然后在那边开讲义 就可以这样同时对照 这样看 好 那有了线 有了Circle 之后 还需要一个是Tax 你需要有一个文字 那原来 塞文字在SVG里面 他自己也搞了一个Tax 也搞了一个标签 然后呢 也是需要一个位置出发的 S100 Y 他为什么是120 就是稍微在线的高度 再往下一点点 然后在这边打上那句话 有吗 好 当你写完了这一段之后啊 下面就简单了嘛 就Copy这一段 这三个一组 复制一份 然后往下贴上去 再来修改就好了 这样子就比较快 那女生的这条线 你刚贴上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 一样 对不对 因为它是相同的作标 再叠了一次上去 相同的作标叠上去 看不看得出来啊 那我来看看 你把它注解掉 有吗 比较淡一点点 叠上去 比较粗 有没有 有稍微变得比较粗一点点 因为他多叠了一次 好 那我们就开始改作标啊 要下去一点 所以Y 往下Y增加嘛 把Y加一点 然后他是 女生的是161嘛 所以161加100 这边是261.5 然后高度 你一边改 其实你就看到他一直在变化 好 终于你把这条线拉下来 然后呢 那一个圆 小圆圆的 把它放回去 261.5 然后 这边是 200 OK小 这个圆下来 然后呢 这边 这边就改一下就好 女生 然后161 161.5 161.5 然后 是就好像怪怪的 对不对 因为这边的Y应该是要多少 再加100 让他拉下去 2002 好 这样你就写完了 基本有个概念 大概知道说 SVG也是蛮手动的嘛 它的概念上是什么 就是在画面上 先割一块地 一开始的第一步骤 它一定是先割一块地 然后这边 找一个地方塞一块 铺上这个画板 画板500x300 其实铺完这块画板之后 在SVG里面这个世界 就是SVG他们家的 所以在他们家里面 他就可以自由的去用 SVG相关的 Tag Line Circle Tags 那它其实可以画很多 有的没的复杂的图形 那 第三这边 这一段我们的教材里面 主要当然就是利用 对比SVG 来往下来进行 好 那你画了这两条线之后 有一件事情有点讨厌 就是273.5 跟261.5 这两个数字 这两个数字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就只是100加173.5 100加161.5 可是100是为什么 这100就只是为了 只是为了 这个100 只是为了我不想要 他连在这 你说我可不可以不要 这100 173.6 他就会 另外一个你也要改 对应的也要改 我们现在是因为这边有空了一个100 所以是平移过来的 那所以这个数字完全是为了 layout而改变 是因为画面的原因 所以才去做这个变动 这是很不好的设计 为什么呢 长久以来你就会很麻烦 就是 好像我同时在我的数字中混杂的 台版 跟实际的data 那我们能不能够让data是data 台版是台版 怎么做呢 在 sbg中他有没有提供 这类型的功能给你 就是你接下来所看到的 这个 好他就说 好那我如果不想管这件事情 我想要就 就先归0 从最左上的开始 我不想要去弄个100了 它会让我对 这个数字呢有所感动 好我希望 s2就是173.5 其他的呢 就不想管他 所以呢就全部归0 好全部归0 然后呢这个也改 173.5 我们现在在讲义第12页 那circle 然后那个y呢 它就一样粘在最上面 然后呢这边就 只要稍微 还是要下一点点 纹字 要不然就粘在线上面 就会变成像这样 然后呢女生的这边也是一样 就是 我们就想要他 这边y1还是稍微动了一点手脚 要不然会跟 男生的线会粘在一起 161.5 然后这边改成100 然后这边 161.5 这边改成100 然后还有什么 这个 改成0 然后这个改成 120 它就会变成这样 就是我们如果没有预留那个 100 100就是x 是往右100 y 右100的话 整张图 如果想要从原点出发 我想要迁就 这边是173.5 161.1的话 那它就会变成的像 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样子 好 那有没有解法呢 下面就是要告诉你了 好 结果变成这样 那有没有解法 原来它有个 tag 叫做 G Dude 这个G的概念是什么呢 如果你之前假设有学过网页相关的 HL的语法的话 你可能会遇过有一个 tag 叫做 DIV DIV 区块 那区块概念跟这个G很像 区块就是本身没什么功能 但是呢 它可以帮你把一群标签 一群元件框选起来 那框选之后 你就可以对这群元件去作用一些事情 他就说了 你不要动我的line circle text 这种东西 你呢 包一个 包一层进来 他说你弄一个group tag 包进来 然后呢 把这一堆东西 剪下来 贴到这里面去 贴进去 这样子 这一堆东西包进来之后呢 刚 刚放进去没什么反应啊 因为你没有对 这整个群组作用 所以呢 你要对整个群组作用这边 可以看一下各种的属性 他就说 你要做一些转换的动作 然后呢 要做平移 它会有个语法 Translate 在Translate的时候呢 去在这边去做平移 一百一百 好 所以又恢复到你刚才一开始写那个语法 所以同时兼顾了 一七三点五 然后呢 一六 一点五 然后呢 从原点出发 但是美中不足还差了一点点 就是 女生的这条线的位置之所以定为零 歪万为一百的原因也纯粹只是因为 上面有一条男生的线 所以也只是因为layout的原因而硬压了他 歪万一百在这边 好 那我不想要这种东西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不要同一组就好 我们就不要同一组 我也来一组 你也弄一组 所以你就平移一百一百 我就女生的就平移一百两百 就没有那件事会出现 那文字没办法 文字就还是稍微往下一点点 好 那就 我们不要同一组 去 我们不要同一组 女生的这个 这一组下来 这边 好 然后呢 女生的这一组也要有做transform 一边改 左边就变成乱乱 两百 女生的往下移动了 移动完成之后 那我这边都有什么 我这边少一个 移动过来之后呢 这边就开始改了 所以呢 你的X1 Y1 就可以从 原点出发 这边还是161.5 然后 Y2就不用下移了 就可以是从0 那这边呢 就可以是161.5 跟0 然后呢 radius大小 都OK 然后呢 这个就还是要稍微移动 这样子 回来了 OK 好 所以呢 基本的组合上 你大概先认识到说 有SVG SVG里面可以玩这个G Group 整群的去做平移 或者做其他一些 对这群元件要做的事情 再来呢 SVG底下里面有很多的 可以帮助你绘图 那如果你想要 玩更多 或是设定属性 或有的没的 请参考 SVG Tutorial 这边 来找看看 有没有什么 你想要玩的语法 我们这边它有列很多嘛 Circle Eucalyptus 这样 长这样 对 这样 你要这个椭圆形的 线的啦 多边 多边形的啦 或是有没有更奇怪一点的 有没有像这样子的 转转转转弯转弯转弯的 过来 也可以弄一堆线 一堆位置 让它去做这样的图 所以 就基本上你就可以在网页世界中绘图吧 就你单纯要用 原始的 HTML的标签 要画图 很拼啊 很累 所以呢 在这里面通常你就用两个 Canvas 或是SVG 那我这边是选用SVG 那用SVG画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 左边是像HTML 这样的语法 那右边呢 就可以做出你想要做的图 那当然你想要 比如说想要改线粗细 那个小圆圆 小圆圆的颜色 或是我觉得想要变这个字 想要换别的字型 或是颜色有的没的 那请参考SVG Tutorial 好这边来找看看有没有对应的语法 你就可以让它做更多的一些 特制化 那我们做这些东西的目的 到底是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 在 之后呢 要把D3再挂进来 我就把D3的旅法跟SVG 这边整合在一起 两个要整合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之后 我们才能够 做得更动态 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 你现在刚才做了什么 你刚才是写在HTN脑中 HTN脑基本上你写上去 是什么就是什么了 然后呢 你的网页就是一个静态的状态 那这个状态上架到原则上去 它就固定了 就固定是这样 那如果我想要随着资料的变化 而做一些转换 我想做任何动态的效果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必须一定要跟 你必须要把扣搬动到JavaScript 在JavaScript中 你才可以去做 条件判断 逻辑的撰写 所有各种的 因应当时的状况的一些动态的做法 这些东西都必须要在 能够写程式的地方放入 所以呢 这个例子的在下一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把你刚才 静态的写的那些东西 变成动态版本 什么叫做动态版本 就是我们能不能用 JavaScript 在JavaScript设计中 动态的去生成 刚才你所做的 每一件事情 你刚才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所以 这边的下一页开始是什么 他就告诉你说 我们就把网页里面所有东西都注写掉 只留 载入D3 再做一个档案叫做 Man.js 接着呢 在Man.js 这一支JavaScript中 去把刚才所有的东西写出来 所以看到他这边写什么 这一页 这一页基本上就是去做 你刚才在网页上做的所有事情 他用D 这边就开始用D3 议法 这边 开始用D3 那 我们做 第一个就好了 我们先在 用D3在教学中 在网页中 看到SVG 我们今天段点 先坐在这 好 好 怎么修改 第一个呢 我们先让原本的这一堆消失 广作家写线 广作家写线消失 对不对 我现在要写第17页 第17页这一页 那消失之后呢 斜线巴黎前面我们载入了两个Secrete Secrete Source SRC Source 等于双银套 那你现在不用载远端了嘛 因为你刚才不是有下载过了嘛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载你本地端的速度会比较快 D3 D3 D3.mini.js 然后呢 再仿造这一行再来一个 这个东西是有顺序性的哦 先载D3 再载我们自己想要写的程式 所以我们在下面的这一行去写 Main.js 虽然我还没有这个档案 待会来建立 Main.js 这样子 好 那所以就代表说我的资料夹中应该会有一个档案 哪里来 没有 就是自己建的 然后按新登档案 Main.js 伸出这只档案 好 那有了这个档案 Main.js之后 我同时开 检视 编辑基本上是两列 同时开这个给你看 我应该点击确定 我就是先把刚刚原本东西都触解掉 然后最下面放 斜线8以前放这两张 Screen 好 载入 刚才下载的第3.0100 跟现在写的一支Main.js 所以在你的档案总管中 新增一支档案 Main.js 好 然后在Main.js里面来做 撰写第18页的第一段就好了 我们先写第一段就好 Cost Cost是 Joshua中宣告常数的关键字 就代表说你宣告这个东西 它出现之后 基本上你不会对它做 大的变更 然后你在画面上就增加了一个SBG 没有在 针对这个SBG要做什么 那这个SBG的常数呢 那 内容是来自于第三点的SBG 第三点SBG 第三点SBG是什么 它透过这个语法去找到画面上 它这边告诉你说 它其实跟 网页的做法很像 它到画面上去找斜线8 找到这个Body Body这个元件 Body是什么 就是整个在网页上 会出现在这里的东西 你的网页整个结构 长得怎么样 网页整个长这样 第一行宣告 这是一份网页文件 第二行开始 全部的HTL的东西放在这里面 HTL里面放你头跟身体 头是跟整个页面有关的资讯 放在head body就是你要写在这里用的东西 所以他说 他说用D3去对应到 HTL中的body的这一大段 就是body的这一大段对进来 就透过这个语法对进来 对进来之后 在这个世界中去 添加 append是添加 添加什么呢 SVG 他到底在做什么 他在模仿你刚才做的事情 这边有什么 添加了SVG 有了SVG之后 对他做什么事情 对他去做 设定属性attribute 我要设定什么 宽度 设定宽度是500 跟他一样 我就照他一样做 然后呢 单手打得很难打 太紧 然后 单板 这样断 那到底网页的里面 有没有出现这个SVG靠这一段呢 你刚才前面有学过吗 console的隔壁有一个element element这边前面有一堆注解 先不管他 有吧 ok 好 所以你今天的进度就是呢 第一个 你知道有SVG这个东西 第二个你会用它 你在画面上画两条线加两颗圆圆加一些文字 第三个你知道有G group这种东西可以整堆抓起来 然后平移一动 再来呢 你知道在 javascript中 可以利用D3的语法 动态的生成 画面上的SVG tag 并且制造它的宽高 再一个 你知道在 浏览器的开发者工具的console 隔壁有一个element 这个element很方便 就是你移动到特定的元件的时候 它会同时在 上方的网页显示区 把这个东西显示出来 ok 好 好